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样式方面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具有奇瑞加速化的特征 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气格栅 然后采用了熏黑的处理 同时加入了银色的点缀 让这辆车的车头看起来够运动 够酷炫 两侧是它的大灯组了 跟进气格栅进行了融合 可以看到车头上它是一颗壮色的设计 黑色加其他颜色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水泥灰 这个车一共提供四种颜色可以选择 有灰的 有蓝的 看你喜欢哪一种 这个车的车长是4780毫米 轴距2790毫米 在紧凑型车里面 它算是尺寸比较大了 这个尺寸都快够到了中型车的尺寸了 所以空间绝对是它的优势之一 我们一会儿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轮台外面它是有16 17 两个尺寸 高配就是17了 最低配就是16云寸的 这个车是全系标配主驾的无钥匙进入 这也是同下位同级别主流表现了 两侧是它的加油口和充电口了 它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但是它能用92号的汽油 燃油的经济性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用的油品 对吧 92我觉得足够的低 足够的经济 这个车在高速的服务区有闪充的功能 19分钟可以把电从30%充到80% 后面这样是同样挺紧接 重点其实就是在于贯穿的尾灯了 可以看到里面也给了这种小的灯珠的装饰 整个精神感还是不错的 同时也给了熏黑的处理 作为一款家用车来说 大家肯定是要在于后部箱空间的 我们来看看后部箱 物理开启 没有电动的 整个打开之后 首先空间够规整 而且纵深不错 别忘了它的车型尺寸 后排放倒之后 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小台尖的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功能放在轿车上聊胜于我 而且我觉得整个平时度在轿车里面 它算是优秀的了 万一你要拉大件 它也是能提供你扩展能力的 另外补充一点 我觉得这个车最大的外部的亮点在于哪了 在于车身的用料 它全车高强度的钢的占比 能达到80% 就是同价位 同级别的车型 基本上70%多已经算很高了 80% 说明它的利物料还是非常厚道 风用A8的内饰看着很熟悉 对吧 很有奇瑞的加速化特色 看着跟2S8基本上是一样的 屏幕方面 低配两款车型 它是10.25的液晶仪表加10.25的中控大屏 那高配的两款车型就是12.3加12.3了 高配车型车载芯片是8155 车系系统是Line 5.0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功能的丰富程度 流浪度都是没问题的 方向盘这个车是偏大的类型 刚刚的小开了一下 握着个大方向盘 其实感觉操控这辆车 它是比较容易的 储空间呢 这个车也没什么缺失的地方 甚至可以用充足来行路了 你看 前面呢 放手机的位置左右各一个 这盖板下面呢 也是两个杯架 也带纤维器的功能 后面呢 还是一个放手机的地方 左右对开的中央扶手 深度和面积呢 也不错 而且呢 里面还能往里掏一点 所以放个什么小瓶水啊 这些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它是一个电子的换挡 所以你看 下面呢 也给了比较大的触控空间 同样呢 采用了防滑的处理 这点是比较好的 空调的调节方式呢 虽然说没有给物理的按键 给了这种触控的 但是呢 我觉得 日常操作的便利性 还是没问题的 能感觉一点在哪呢 就是希望加一个 这种触控的反馈 那是更好了 来看看乘坐空间 我身高是178 现在是我合适的价值位置 座椅调到了最低 这个时候呢 就能看出来 奇瑞车型的坐姿啊 一般坐的是比较高的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 好 坐在这儿 头部空间呢 大概还有一个三指的余量啊 我觉得这也是主流的表现了 好了 前排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去看看后排 来到后排 先看空间 前面呢 是我的驾驶位置啊 后排的腿部空间呢 两拳还有富裕啊 这空间表现 真的是可以用宽敞来形容了 头部空间呢 还有一个四指的余量啊 比前面呢 稍微多一点点啊 因为后面呢 它做了一个小掏空啊 虽然并不明显 输入性配置呢 可以看到 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USB的电源 这给留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留的有点少啊 哪怕左右各给一个 因为现在呢 大家上车都戳手机嘛 对不对 这个座椅要重点说一下 真的是特别的软 软到什么程度呢 在它身上 你能找到日常的影子 可以想象吗 一般的座 真的是 出路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靠背 腰部这个衬托能力啊 我觉得还可以再加强一下 地板的高度呢 也不高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呢 也是挺软和的 所以左右移动啊 包括坐第三个人 都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前排座椅的输入性配置呢 它是两款低配啊 都是手动调节 那两款高配呢 前排呢 就是都有电调了 如果你想通风和加热 就只能摆定配了 来 我们聊聊这辆 风云A8的驾驶感受啊 我们现在是走在一条山路上面 总体来说的话 动力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的系统综合的最大功率呢 360马力左右 最大扭矩呢 536米 0百加速啊 官方的时间是7.6秒啊 它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加电机的组合 它的发动机 它是一个深度缕落循环的发动机 热效率能达到44.5%啊 这在1.5T发动机 真的是算是比较高了 奇瑞座发动机 还真的是非常有自己一套的 别的不敢说 它这点是可以保证的 日常驾驶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带电了 所以呢 它的动力响应的速度呢 也是比较快的 它给了三种驾驶模式 节能 标准 和运动 你如果打开运动的时候 甚至感觉到这个车 甚至是有点窜的 一踩就有 但是我觉得市区驾驶 标准就足足够用了 如果说你开车比较佛系的话 其实节能 开着会更舒服一点 底盘方面呢 它是一个前脉不逊 后扭力量的悬架 其实尤其这个后悬架 它是一个飞度的悬架 大家是 其实是有一点争议的 但是从我开来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其实基本上是开不出来的 整个悬架的表现呢 它是那种偏硬朗的风格 其实这车型呢 历来是比较注重 这种操控表现的 尤其在这种山路上驾驶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的那种大弯嘛 来回转弯的时候呢 车身的姿态保持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噪音呢 这个车总体来说 算安静啊 因为它是 0到40公里的速度 它基本上是纯电行驶 40到80的 它就会进入 并联混动的模式 那80公里之上呢 发动机就会参与直驱了 整个动力下来之后呢 如果你深踩的话 发动机进来 是能听到一些发动机的声音的 如果你速度架来之后呢 其实整个这个车 开起来还是挺安静的 这个大方向盘 就是开车感觉还是挺容易的 开上来之后呢 在山路上表现 感觉转向也比较精准 然后车尾的跟速性也不错 算是一个比较灵活 比较好上手的车型了 如果你看看这款车 驾驶方面是不需要担心的 毕竟奇瑞作为我们国产的一线大厂 这点是能得到保证的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 CRTC 127公里 如果说WRTC呢 106啊 算是国内插电混动的主流水准了 如果是你每天通勤 20公里左右的话 一周刹班通勤 这个它是纯电是可以满足的 这点问题不大 汇电油耗呢 官方给的成绩呢 是4.2升啊 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水准了 它的综合的最大的续航里程啊 满油满电的状态下 官方办理是1400公里 但之前呢 其实他们拿了10辆车 去做了一个从五湖到深圳的长途测试 这10辆车里面呢 有他们奇瑞厂家的人 也有用户的代表 也有媒体的代表 最后跑来之后呢 最短的那个 它是全程运动模式跑过来的 跑了1200公里 那最长的呢 其实满油满电的话 跑了1600多公里啊 所以咱就说 取个中备数或者平均值的话 1400公里 这辆车应该是能达到的正常驾驶情况下 所以一般啊 我们这种新能源车标的 其实你实际开 基本上都开不出来 但它能开到 我觉得这点是值得点赞的 好了 动态驾驶就这样 接下来那我们去停车 总结一下 好 风云A8给我的感觉 它的核心优势 一个呢 就是空间 刚刚也看了 腿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裕 第二个呢 就是动力了 在同价位同级别车型 它的动力算是比较强的了 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顶配车型的安全性了 无论从车身的用料啊 包括顶配车型 十个安全性 这个在同级别中 也是比较少有的 如果说你想买一款 空间比较大的 安全性比较高的 同时又好开的 差点混动的家用轿车的话 这辆风云A8 还是值得你看一看的 好了 本期关于风云A8的试驾 我们就聊到这儿 还想关注哪些新车呢 评论区公布留言 我是小杨 下期再见 拜拜